而正因為釣魚台的主權爭議 真的是越演越累 國內的親民黨團就建議外交部 應該要召回駐日代表來表達抗議 展現國家的尊嚴 針對這個部分 駐日代表沈思純表示 還沒有收到台北方面的指示 日本政府今天下午召開 有關釣魚台國有化的相關內閣閣員會議 確認將釣魚台收歸國有的方針 我國外交部說 如果日本政府執意推動 將釣魚台國有化 外交部將於適當時間 促請駐日代表沈思純回台說明 這項相當於外交上召回大使的動作 讓日本媒體也相當關切 正在密切注意局勢的發展 位於東京都港區白金台的 我國駐日代表處 今天依舊門禁聲言 似乎有山魚欲來豐滿樓的情勢 你會移動過嗎 我不知道 我是說如果我接到指示我就會 掉了 這就是所謂的召回大使 是不是 我不知道 一切以台北的說明為主 我也是講雙方都有意義 細節上帝以後我們就對外說了 不過我也再強調就是說 總統也提到東海和平倡議 八月九月的時候 九月七號也就具體的實施步驟 也提出了這個 提出了這個 談話 還是希望大家能夠以和平對話的方式 就各自爭議 然後和平互惠 共同開發的相關事項 比如說漁業問題 礦業問題 海洋資源保護 海上安全的議題 大家能夠進行商談 那漁業談判是不是 在短期間之內可以實現了 再開 大家都有意願 我們這個代表出的案是 當然一直都在全力驚嚇 然後細節確定 時機遮當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對外說 那原則上這次應該在哪邊開嗎 東京護士在台 在上 日本政府將在明天召開 正式內閣會議 通過以20.5億日元的支出 購買釣魚台 並且要與所有權責 簽訂買賣契約 釣魚台問題 將一局進入新的紛爭階段 東京特派員陳士昌採訪報導